美国的 刚铁侠 是英语还是英语 他说中文的 中间不懂的 君宁会给你翻译 然后 我也 不是 我会听懂的比较好 我说的不太好 我能听懂的 我能大概明白是什么意思 不是完全明白 有的时候我看到功夫熊猫的时候 我在看好可爱好可爱 然后所有人都笑话 你不知道笑什么 为什么笑 就因为 他们说好 好玩的话 他说一些里语 说一些成语 现在很多成语还是不记得 我记得前几个月 程先生在跟我说关于休息和工作的时候 他有跟我说 我跟他说劳逸结合 但是你不明白 我还不明白 还是不明白 劳逸结合 就是休息和工作都要有 对 对 那时候你不明白 对 现在要记 劳逸结合 那程先生在中国呢 又有很多好玩的工作 然后又认识很多好的朋友 那是当初是为什么决定来中国发展 我 我很喜欢在工作 在中国工作 我 我觉得 我是这样的人 我去韩国的时候 跟韩国一样的感觉 就 哇 我要 我要自己生活 别的生活 然后我来到新的环境 对对 我很喜欢旅游 旅游 对 我很喜欢去旅游 可是我 我就留在中国 因为我家人 其实 六月份 他们都在韩国 然后他们说 他们都要去美国 住在美国 不回来 韩国 我说 哦 为什么那么突然 他说 要跟我们一起去 然后 那个时候是我 刚玩 武东奇迹 哦 然后 在想 哦 那 那 那你们先去吧 我 你就来中国吧 我想留在中国一点 然后 越来越时间 我在 我在中国的时间 就 越喜欢中国 对 我觉得很 然后还有奥运嘛 哦对 我 我应该在奥运的时候 我应该在 然后 越来越 就 对中国人的感 感觉 我觉得 非常好 我 我认识 我认识好多 也 不是很多很多 我认识 就 我认识的人 都是那么好的人 都对你很好 对 对 一开始 我觉得 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 他 他就会对我 那么好 不是我告诉你为什么 是 因为你对大家都很好 所以大家对你好 可是我对他们好 因为对他们对我好 也有吗 就是你对别人好 别人有对你不好的 是吗 应该有吧 可是在中国 没有那么多 然后 他们是很 不知道怎么说 friendly 嗯 就一看 不会 就不是那么友善 就一看 像 像美国 美国在美国 因为中国人比较含蓄 对 就不是那么open 开了 对 我觉得 i like it 我就喜欢中国 然后我现在 有好多朋友 他们 他们来 还有喝酒 中国 中国也对我非常好 他 我在哪里 今天也是 今天他说 来到长沙了 一会儿在晚上 我录完节目 吃饭呗 ok 然后他在北京的时候 会叫我吃饭 就 就有很多好朋友 就觉得很好玩 可是你要跟中国的好朋友 一起交流的话 必须要学中文 对 但是我知道 陈炫有一个习惯就是 你会说中文 但是你不去 学中文字 这个是我 九月份 会想 想 学校 终于开始要写中文 对 因为 我觉得 我自己 我自己 学字 不会 那么好 对 我觉得 需要一个老师 做 然后教我 我很不喜欢读书 可是 我觉得 需要读书的 所以 奥运 奥运完以后 我会想大 不是大学 是大学 是 是在中国读大学吗 对 先想 我想 先想 语院的学校 先 学字 然后 还是想在中国读戏剧吗 如果选择的话 对 这个 这个还没有变 我 我喜欢 我喜欢这个戏剧表演的专业 想会在中国做老师吗 当一个中国的外国老师 如果我当中国的外国老师 我应该 我应该是 一个 教英文的老师 对 英文比韩文说的好 对 对 I could teach English but 我先需要 学中文如果我想教英文 会不会想哪天 你就用中文教中国的学生戏剧 哇 这个是很远的梦想 如果我能做得到 我觉得非常好 可是这个是很难的 当一个老师 不是 我 如果 一个 一个学校说 你可以来当 老师 我不会很容易 OK 因为 我想做一个好的老师 如果我不能教 教的好的 教的学生好的话 我不会做老师 对 就一定要自己也做得更好 对 我的中文 必须说得非常好 如果我想教中国人 就自己先要达到那个程度 对 但是呢 我相信很多网友 在期待成炫当戏剧老师之前 肯定还是想继续看到成炫在舞台上的表演 所以呢 这一次我们有很多网友 也给我们的成炫提了很多问题 有一个香港的fans OK 他叫Always Lock 他说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成炫是不是还会想在中国拍电视剧 哦 他有写你的英文名字 Lethon Lethon 会想再拍电视剧吗 对 之前拍了一个 会有天使体 对 拍了 然后 我 其实 我在北京也 去见过几个导演 当然 当然 有机会 我会要拍 然后 你刚才问我 我歌舞顶星 如果有机会 也拍 我觉得非常好 看剧本 然后 如果剧本好 还有我跟他的 配合好 配合好 如果和解我 我觉得非常好 但是之前呢 会有天使体 我正面有一个香港的 Taker的粉丝 林应 她也说 刚才成炫说 会一直想很多事情 就是老想着 但是这个朋友就说 嗯 你有时候会想事情 会睡 想到晚上会睡不着 就是好像你之前在媒体 透露过自己会失眠 耶 嗨 银银 嗯 哼 对我 我是想很多的人 所以我睡不着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睡不着 也是因为我起来的很晚 可是我在晚上很奇怪 在白天我很困 晚上就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一直在过美国时间 哈哈哈 对吧 也许吧 但是平时那么多通告 如果睡得不好的话 会不会身体不好 对 所以我老了 那有 所以这个粉丝一直在说 希望成炫要好好保重身体 就是不要熬夜 OK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歌迷说 说成炫带了一个海豚的项链 现在没有 之前一直带一个海豚的项链 嗯 对 一直在带 对 对 他想说 为什么一直老戴着这个项链 我 是有特别的意义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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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我觉得 我从来没有看过人戴海豚的项链 是不是 是 我不喜欢 不喜欢跟别人一样 对对 我喜欢很 很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 那个海豚 我觉得很可爱 不是一个特别的意思 我觉得 我觉得海豚是很 非常非常聪明的动物 对 然后海豚 我觉得很可爱 没有什么意思 就 是 所以有些粉丝以为 你一直带着这个 就以为可能是 呃 谁送给你的 然后觉得会 没有没有 比较好 没有 好像是我自己买的或者是没有 妹妹给我的 哦 就是没有特殊的意义 对 你看网友们又想多了吧 就会觉得说 好像这个东西有特别的意义 可能还在怀疑是谁送给他的 其实又不是哈 不是 然后还有一个上海的CAKE CAKE的FANS CAKE 对 他有说之前 成炫有在一个访问里说 最喜欢的中国音乐人是周杰伦 是吗 他 我觉得他 他很好 最喜欢他哪一首音 哪一首歌 啊 其实我最喜欢的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 可是我知道的是巴如雪 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 我就他 我就有他的CD 然后我就 听 我觉得 我觉得他写的歌也很好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都听不懂 对他又说得很快 对 快喝 我觉得他说话的不太